我们今天讲讲小四二的问题 很多事情都一样 从古至今能够流传几千年 一直有的东西 必然有它的生存空间和一定的原因 我们就不好意思讲有它的道理 这种事情 那为什么呢 我们从人类的进化 社会的发展来看 自古就有动物成群 首领往往都是雄性 胜利者就有一大帮雌性围绕着它 凭它上发 像怎么样 那人类呢 它跟动物的区别是什么 动物是弱肉强食 适得生存 从临反则 现在人也这样讲 那是错的 人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 以前我们也都说过 它是要拉近体贴行道 拉近这个世代的平衡 这个艺术一期 实际上是维护弱势群体 就是维护普通大众老百姓 而上层者 他想怎么样 第一 这个法制 规则是他定的 那他可以改 他可以背后 执行的时候 暗地里怎么样 你不知道 那我们作为普通人 没有达到那个层次 所以说 不好去 说这个问题 那第二呢 这个一复一期 是不是真的好呢 当然 如果 一男一女 一阴一阳 能够完全融合 成为一个同心愿 那自然是 人间美化 而更多的情况 好像 不是那么太容易 所以又不停地磨合 不停地进化 那这个真正一复一期制度 实际上早在西州时期 就州朝的时候 那几千年前都已经 定立 只不过各种原因没有实行 而且尤其上层 包括现在也是如此 虽然说定了 但是 我们大家都知道 那 后来就是真正在 1912年 就孙中山 建立民国 才开始又重新地定立 以前等于是 相当长时间 实际上是行的 一复一期 多切子 跟多期 没什么区别 只是他这个地位相差很多 这个角度是不一样 那 真正 我们实行是 建国之后的事 在几十年而已 而真正 这些是学的什么呢 学的西方 那西方当初 这个一复一期 指的是 在文艺复兴之后 法国他的命 那个时候 才真正定立下来 而在此之前 人们 很乱 西方人 一扒开 身体都是毛 他们的那些 间歇之士 泛滥 靠这个来约束 包括他们现在 所谓的契约精神 都是他们自己很难管理 不得不强制 搞一些东西 没有 自我的 自信 所以 这个小三一定不是好的产物 但是 一些人 在有些情况下 真的是不得已而为之 那 毕竟里面 恰巧有这么一个 纳切的瓜 下集课 我们 雷子 为美